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中国的海洋军事力量已经接近了世界海洋的军事主力 这艘堪称是中国海洋神兽的中华神盾 足够能够证明中国具海洋军事强大的一艘军舰 中华神盾在052D的基础上增加了封闭式的小艇融舱 承载雷达的天线鬼干 一向前引了一部分 这样更方便导弹喷射 因为导弹喷射是会有喷焰的 这样将雷达更远离了导弹发射位置 中华神盾的动力十分强大 光主机就长4米6 16吨重 最大功率能够达到36300多的马力 中华神盾继续延续了中国第三代军舰的作战系统 依然采用分散式的设计 这样方便水上水下和反制系统 通讯设备一起工作 分散的工作模式要比集中安全 并且互不干扰 中华神盾的炮射系统 有4个是8单元 前加版有36个 后加版有12个 此外中华神盾的防控脑袋 使用的是中国最先进的海红9 中华神盾的主炮 能够射程到20公里以上的距离 准确度也是有自己的计算系统 一般偏差不会太大 因为海上不同于其他地方作战 误差总是会有 中华神盾的防护系统很强大 不管是近防还是远防 军舰都可以自动工作 中华神盾的反导密集战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近距离的加特林机枪 能够清扫500米左右 想要靠近的物体 目前中华神盾并没有用在军事作战上面 中国研究军事 只是为了防止其他地方来的入侵 中华神盾的反潜功能 也是非常强大 水下800米左右的动静 中华神盾都能够感应到 只要发现异常 就能够发射水下射击和鱼雷 中国有了中华神盾守护海洋 相信没有任何人敢来海上挑战